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世纪中期发展为德克萨斯最大的西班牙人定居点 19世纪中期美墨战争爆发 美国吞并了德克萨斯 1877年铁路线贯通该市后 当地逐渐融入了美国 该市是美国最大的军事重镇之一 美国十二个联合空军基地之一 有强大的驻军 这里有丰富的历史建筑遗址 西班牙人在18世纪建立的教室大宅院 将教堂 军事要塞和住宅等多项功能融于一体 迄今留下的硕百座这样的实窃宅院成为了吸引人的景点 圣费尔南多主教座堂就耸立在市中心 这座由西班牙人建立于一期三亿年的天主教教堂 每年吸引着无数的圣徒前来参拜 它代表了西班牙文化宗教的植入 同时也见证了圣安能尼奥发展的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安能尼奥市内最美的景点其实并不是博物馆或者是游乐场所 而是圣安能尼奥和河滨的美景及气氛 如果将这条河成为圣安能尼奥维尼奥绝对不为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样的历史文明都孕育在核的两岸 金人若能珍惜 就可以成为城市的文化心脏 圣安能尼奥市就是如此 圣安能尼奥市是德州最古老的历史古都 有着浓厚的拉丁美洲墨西哥的气息 这条河注入墨西哥海湾 早年是由西班牙人势力范围的墨西哥 进入德克萨斯平原的必经之道 如今它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观光剧点 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到圣安能尼奥来观光 有一千多个大型国际会议在这里举行 而河滨步道是大家的必有之圣地 和线甲仁书 池安能尼奥与其繁荣或又绿意暗然的 obrig 河畔步行机和闻名于世 沿着塞尔能尼奥河 约五公里长的河畔 布满了餐厅、旅馆、路边咖啡馆 旅游纪念品店以及剧院博物馆等建筑 而所有这些建筑都坐落在 地域城市街道层面的河沽地带 从城里街道看去只见满河谷的大树 畏为壮观 这个城市赋予异国情调的文化愤怒 西班牙文化的遗址随处可见 而墨西哥的民族色彩又时时引人注目 加上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 文化的多元性使这个城市令人流连忘返 字幕提供uen国情调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